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的主题 就是你画面上看到的 就是我们要来聊聊Line Bank最新的2022年第二季的权益公告 那事不宜迟,赶快往下走咯 本期节目的重点会跟大家讲五个 第一个,存款的优惠 包括活存、定存、口袋账户跟梦想账户 第二个,转账的优惠 88次跟5次 第三个,刷卡优惠 最高22%的Line Points点数回馈怎么取得 那第四个是他专属的贷款优惠 也稍微跟大家提示一下 最后就是本团的上车好咖 还有救护专属的688积分抽奖 事不宜迟,赶快往下看 第一个,存款优惠 他现在的优惠都是走一季一季的 所以目前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以下适用时间为4月1号到6月30号 7月之后可能还会有所变更 那这个大家就是在期待我们之后的整理 这样子 第一个,主账户存钱0.5%无上限 那他的存期一样是4月1号到6月30号 那放在里面的钱都是0.5% 这个是高利活除的部分 一样是一元起息,安日即息 那每年的6月20号跟12月20号会汇到你的账上 相比的话呢 像将来银行它就是0.8% 比较高一点 但是它的走期也很短 走到5月底而已 所以这个是大家在互相比较 第二个,要怎么把钱转进去Line Bank呢 之前的节目有跟大家介绍过有4种方式 ATM存进去 网络银行转账进去 或是零贵汇款 甚至用台湾Pay可以免费转账进去 那现在有推出一个新的叫 EKATON MONEY的这个电子支付 然后可以把它钱这样子转进去 比如说你从永丰大户把钱呢 吸到EKATON MONEY里面 然后再从EKATON MONEY里面发起 把这个钱储值进去Line Bank里面 这样也可以达到就是零元转账的功效 我觉得很不错 推荐给大家 再来呢是定存的部分 定存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它有1.45% 这个利率算是蛮高的 以前最高是1.2% 那它现在把这个利率往上提升到1.45% 因为那个升息的关系嘛 那最高可以存300万 一样活动期间是4月1号到4月30号 它是比较短期的 如果你存一年就是1.35% 存两年就是1.45% 那接下来会不会升息 据说美国还会再升息个两次 就是再加个两码到三码 所以你现在如果是做这种一年期定存 很有可能你的钱到最后就被锁死 那你这个解定存之后 你会打八折的利息 是不是就不划算了 所以这一点大家是在做定存的时候 需要去考量的 起存最低100元就可以存 每个人可以存三笔 弹性的时间从6个月到24个月都可以选择 单笔最高可以100万 所以你可以存三笔100万这样子 那领期的方式呢 可以选择到期领袭 或者是每月领袭 好梦想账户 梦想账户其实之前我们有介绍过 就是之前好像最高1.62 那因为升息的关系 所以现在往上提升到1.87 就多了0.25% 那这个产品我觉得蛮复杂的 我之前有介绍过 你们有兴趣可以扫这个旁边的QR Code 然后来听一下我的介绍 它基本上是把你的存期呢 分成四个阶段 那只要每达成25% 50% 75% 那你就可以加码0.25% 所以你的利率最高可以来到1.87 像你这边看到的就是 它是说16% 33% 50% 那超过50%的部分 它就会加码到0.5 之前的话呢 都是只有0.25% 那用这种数字来做这个比较 所以你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呢 你尽量把你的存期拉长一点 拉长到第24个月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 你后面的四分之一的月份 才有可能都加码到0.75%的高利 所以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但是我觉得它实在太复杂了 所以一般人可能对这东西没有兴趣 最后大家也是最在乎的就是 这个口袋账户 等一下 转过去 在这里 口袋账户的部分呢 其实它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优惠活动 你一样就是5万块钱放在帐上 然后从1号存到31号 就是月初到月底 只要存满31天 就可以拿到93块的利息 所以你如果从去年10月开始存到今年3月 你至少可以拿到30 11 12 12 12 你至少可以拿到6次了 那现在的话呢 它把这个好康延续到6月30号 所以你从3月21号继续存的话呢 你在4月21号你可以拿到1笔这个93块的利息 那4月到5月一样也有一次 5月到6月还有一次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尽量 这个5万块钱其实没有很多 但是呢 可以的话呢 尽量把钱放到里面去 然后每个月零利息 这个感觉真的非常的不错 然后本团的好康呢 也是针对这个高利活储的口袋账户 来做活动设计 只要你有跟团 你都有机会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再把688积分带回去 好 那讲完了存款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来讲的是转账优惠 转账优惠呢 它的优惠时间是4月1号到6月30号 这一点是一样的 那再来呢 它一样 每个月最高有88次的跨转 好 那它的这个自行转账 比如说你LINEBANK转到LINEBANK 这是不限次数都是零手续费的 这没有次数限制 那社群分账的话呢 就是你们大家share看多少钱 就是LINE上面换一换那个连结 那大家就可以就是付款了 所以这个是88次算是还蛮不错的 那这个88次会怎么收取手续费呢 如果你超过88次以上 第89次 它就会依据这个规则来做收费 比如说500元以下 每个账户每天都有一次0元免手续费的这个这个优惠次数 那超过的部分呢 就是一笔就是10元 那如果是501到1000元就是收10块钱 1000元以上就是一笔15块钱这样子 所以它的手续费是这样子收取的 讲完了这个跨行转账 我们讲一下跨行提款 你只要有LINEBANK的金融卡 那么你就可以去超商领钱 那有信用卡 有它的签账卡来做领钱可以 但是你也可以做5卡提款 比如说免贷卡片 滑手机就能跨行提领现钞 只要在APP里面设定完呢 每个月都有5次的免手续费次数 这个也是不错的 好那讲完了转账 现在来讲刷卡 刷卡的部分是我们这次大家最哀鸿遍野的 因为它的这个权益整个就限缩了 来跟大家讲 这个LINEBANK快点卡是千账金融卡 所以你账户必须要有钱才能够刷 所以跟信用卡比起来 这个权益上我就觉得 感觉上大家不是那么爱使用 毕竟你要先把钱 就是被他圈存 准备卡住嘛 所以他必须要提出更好的回馈 但现在就是跟信用卡差不多 比如说基本刷卡回馈为LINE 2%LINE POINTS点数回馈 那他这个每个月上限是可以拿到500点 所以你回退一下 一个月大概刷25000左右 都是有回馈的 那大家觉得说 那你不如就直接刷信用卡就好了 干嘛要刷这个 像台北富邦J卡 或者是联邦LINE点卡 他其实都有提供2%LINE POINTS点数回馈 的确跟这张卡片比起来 那我当然就选择用信用卡 不过呢 有一点大家可以特别注意 因为之前的指定通路有一个Family Pay 就是在全家的部分 那我们后来经过实验发现说 其实你拿来做缴税的部分 是有回馈的 所以这个25000的额度 你可以拿来缴重所税 一样有2%回馈 只要刷得过都可以拿得到回馈 提供大家参考 因为接下来就是要缴重所税了 那他现在有特别的回馈叫做 快点加油日 跟所谓的快点这个 什么日 在后面有写到 一个快点加油日 一个快点连线日 那他的优惠最高有22% 怎么取得呢 提醒大家 在使用这个优惠之前 要先进去APP 把你的消费模式调整至快点加油日 然后再来刷卡才有回馈 他目前的话 指定两大通路为 每周一星光三月 每周二LINE礼物 那每一个指定通路刷卡 你可以刷100块钱 可以拿到20点的9 points点数加码 再加上原本的刷卡就有2% 算起来就是22点 也就是22%回馈 那你就会觉得说 我去星光三月怎么可能只花100块 还不能够拿来缴停车费 对不对 就很烂 那LINE礼物的话呢 一般人不是很熟悉的通路 就不会想要去使用 所以他的确是缩水缩的蛮严重的 那大家也可以选择不要去使用它 毕竟就是没那么好用了 下一个优惠叫做快点连线日 他一样的玩法 但是他的时间只限制在每个月的22号 早上11点到晚上9点半 那4月22 5月22号 6月22号 只有三次可以参加 那记得当天要把这个卡片回馈模式 调整到快点连线日 那每一个人呢 你其实22号只能够选择一个通路 像是momo或是fupanda 那只能够刷一次100块钱 那你可以拿到20点 加上卡片原始回馈有2% 所以加起来最高就是22% 那就是权益基本上都已经限做 像他之前其实每个月大概就是烧5到600万左右在办活动 那我现在算一算之后 其实这两个活动加起来每个月顶多就只烧100万而已 所以其实就差蛮多的 所以回馈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使用 就是大家可以先冰起来然后不要刷了 再来讲一下贷款优惠 贷款的部分呢 它是每一季代更新这个优惠的资讯 那目前是更新到6月30号 所以如果你有要申请贷款的朋友 你也可以上官网去查询 最低1.6%的贷款利率 那开办费是488元 绑约期是最低一个月之后就可以还清了 所以如果你有要做短期资金周转 它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我还是要在这边跟大家说明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做这个贷款跟借钱这件事情 那我们也不鼓励大家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这边的话呢没有特别的去做介绍 但是他还有个活动蛮有趣 叫做邀请亲友申贷再赚488到1000元的现金 那这个东西其实我2月的时候讲到现在 只有两个人上车 我只有拿到两笔的回馈 那这个部分呢我希望大家就是 我希望帮大家就是节省一些就是开支 所以你们如果是跟团申请488 这个贷款 那么我赚到488我就回馈给你 这是最简单的 所以你只要就是 来填我们的表单 那我确认是你本人跟团之后呢 我就会给你488积分 这488积分你可以在月底的时候换成488现金 那这样对你来讲的话就是帮你做一些手续费的节省 我觉得这是对大家比较有帮助的部分 好 那讲完了之后呢 最后我们就来讲一下本团的上车好看 其实大家如果之前有看我们的影片就知道我们的回馈比较好 这也是100%全额回馈给大家 送大家200积分 那你就可以换200元的商品券 那现在从4月1号开始呢 其实就没有那么好了 因为我们就是最高送200 就是说一般人 普通人上车就50积分 可以换50元商品券 那悠悠班成员可以送100 就是可以换小期100元 基础班成员可以拿200 那200元的话就是换小期200 就比较好 所以我们还是有稍微就是 亲疏之分 有稍微把它就是区隔开来 那也欢迎大家就是多多上车 然后多多成为就是 比较进阶的成员 那你就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好康 那一样我们右手边这边呢 你看到这个QR Code 就可以扫码上车了 好那我们的游戏规则一样 就是4月1号到6月30号 以这个时间点回报的人为主 那最晚的回报时间是6月30号 如果LINEBANK有延期的话呢 我们就会延期到就是7月多的活动 那到时候就再说这样子 那一样请大家还是要就是 准备卡片正面跟跟团的资讯 然后来回报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之前没有讲清楚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我好像在骗人 但是还是要特别说明 像将来银行 它的MGM系统 是可以查询 姓名跟手机的 那LINEBANK他没有做 所以我就必须要求大家就是 帮我一个忙 就是你向官方去询问 比如说写信给LINEBANK客服 提供你的姓名跟身份证字号 那询问说 您的推荐人是否为我本人 赖梦群 那他会回信说 这是你本人询问的吗 那你如果收到他的电话 你就说是 那他就会回信跟你讲说 你问的问题答案是是或者是否 那他回信给你之后呢 你就可以截图给我 那你也不用担心 他回信给你的时候 他已经把你的个资引码了 所以你直接截图 你不用再做马赛克 那我只要看到之后 确认是你本人跟团上车 那我就会给你奖评 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不想写信 你也可以打电话问 然后只要录音就好了 就是跟团证明就是要这么麻烦 因为他没有提供我来查询 所以我只要请大家就是整理你的跟团证明 然后让我来做核对 那刚刚讲的分歧信贷 这个我们一样有好理二则一 就是大家一起来 然后就有个5000块领券抽奖 或者是你选择0488 那这488的话呢 我一样在月底 你就可以来我的这个积分兑换系统 然后把它兑换成488元现金 对于你来讲 这样就是可以省去开班费 好这样子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活动是特别举办 给我们所有的救护朋友 就是你之前有上车的人 有回报了 那么你每个月呢 除5万块你的利息会是 90到93元 因为一天3块钱 然后一个月如果31天 就是93块钱 截图每个月的21号来回报 那我们就所有的人 一起来抽一个688 那如果回报的人非常踊跃的话 我们也许可以再加码成2组3组6887分 那大家就可以把它换成商品券 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不错啦 好 那这个活动规则的话 我们写在这边 一样在我们的下面资讯栏 都会有这个活动的页面说明 那大家可以点进去看 如果还没有开户的朋友呢 也欢迎你就是可以跟团 之前送的是200积分 现在只有送50啦 没办法 因为Linebank缩水嘛 我这边赚的少 就没有办法回馈给大家 那本团其实也是 大家是蛮给力的 就是目前只有1867个人上车了 那虽然说现在没有任何的开户好康 但是如果你还是有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 一样非常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这一团 一样就是如果有赚钱 有好康持续的回馈给大家 好不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